我自己都覺得快被自己嚇到 真的好醜喔 哈囉大家好 我是查理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是遮瑕底妝 那因為我最近的臉非常的爛 真的是爛到不行 所以剛好可以來跟你們分享 我是怎麼樣遮瑕 騙過所有人 因為大家可能就會覺得 哇 你皮膚這麼好 哪裡需要遮瑕啊 什麼youtuber 皮膚很好啊 還要分享遮瑕 一點說服力都沒有 我現在在這裡準備一張卸妝精 直接卸給你們看 你們就可以知道就是我最近的臉到底有多爛 我先卸這一邊好了 這一邊是比較 嗯 平常的 比較沒有那麼可怕的那一邊 就我最近的臉為什麼會變那麼爛嗎 是因為就是我的朋友 他就說他認識一個醫美診所 然後那個醫美診所最近有在特價 打皮苗指要三千塊 然後打蜂巢皮苗指要五千塊 然後貪小便宜的我呢 就很心動的就是報名了 然後我就打了蜂巢皮苗 因為他們就說蜂巢皮苗可以去什麼痘疤很厲害什麼的 結果沒想到就是打完以後變超可怕的 現在還在回復期 就是我今天是打完的第三天 就是前一兩天的時候更可怕 好 你們看 這個是我這一邊的樣子 很可怕吧 額頭上也很恐怖 你看額頭上有一顆 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更恐怖 OMG我覺得這個真的非常的犧牲色象 因為我打完以後呢 我看鏡子都會被自己嚇到 然後我就想說 哇我老公看到我 就是還沒有跟我離婚 是真愛 你們看 是不是超可怕 有密集恐懼症的人應該會嚇完 就是這些呢 都是我本來臉上有的那種痘疤 然後這些痘疤其實已經蠻淡 但我就想要讓它趕快消失 結果沒想到打完以後變得更可怕了 我自己都覺得快被自己嚇到 真的好臭喔 那看到我現在這麼可怕的臉之後呢 我覺得我應該非常的有資格 跟大家分享遮瑕的底妝了吧 就是這差別非常的大 所以有興趣的人呢 趕快看下去 那通常呢 打完皮秒 或者是你的臉 剛打完醫美 最好是不要上妝 但因為我有工作的關係 我必須還是要近篷拍照 所以我還是要必須上底妝 那我就想說 藉這個機會呢 剛好可以拍那個遮瑕的主題 讓大家看 然後我現在臉很癢 真的很不舒服 趕快正式進入主題 就我會用這個蘿拉蜜絲的美妝 因為它裡面有潤色效果 還有防曬系數 先稍微潤個色 有打過風潮皮鳥的人 拜託跟我分享一下打完這樣是正常的嗎 因為有一種 臉摸起來沙沙的感覺 臉就變成沙紙一樣的質地 覺得有點擔心 我好像每次打醫美都會出事 也不是每次啦 就是做那種沒有做過的事情 但我不知道這樣是不是正常的 畢竟我也沒有嘗試過 第二個步驟呢 是遮黑眼圈 黑眼圈呢 我用的是這一個 輕膚 超實輕膚 那它適合拿來遮黑眼圈 是因為 它很保濕 所以不怕卡乾紋 因為在眼周 眼周通常是偏乾的 最擔心會卡乾紋了 但這個不會 然後使用的方法都非常簡單 用手拍拍拍拍拍就好了 鼻液的泛紅也可以 然後我會用一個海綿 乾的海綿 把它拍勻 黑眼圈遮好以後 第三個步驟呢 就是來遮這些 痘疤還有斑點的部分 那使用的產品呢 是它 Addiction的遮瑕膏 這個遮瑕膏呢 在我之前的影片有出現過了 那個影片呢 就是也是有一次打完 醫美玉心超嚴重的 然後 這個遮瑕膏呢 是我目前為止 用過遮瑕力最高的遮瑕膏 但是為什麼 我不會把它拿來遮眼周呢 是因為我覺得 它拿來遮眼周的話 它遮瑕力太高了 有一點厚重 所以我會拿來遮痘痘 或者是斑點的部分 搭配 是一支這一種細刷頭的遮瑕刷 這臉好癢喔 這個遮瑕膏呢 是長這個樣子 遮瑕的方法呢 就是 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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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有的 想要遮的板上面 都輕輕的點一下 我會先全臉的 都點一下 全臉的板點呢 都 用遮瑕膏稍微 點一下以後呢 接下來 的第二個步驟呢 就還是一樣用這一支遮瑕刷 然後稍微的把 它一點一點的這個地方 輕輕的拍開 但不是要你抹開喔 是要你在原地 你看 原地這樣拍拍拍拍拍拍拍 讓它 稍微的在原地暈開一點 不是要你來回喔 是要原地的點點點 原地點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原地點開 就等於是有一點像是畫圈圈 原地點然後慢慢的往外這樣子拍 像是畫圈圈的方式 那你就一直重複這個步驟 原地點點點 這樣子呢 就可以 把你的痘疤給隱形起來了 非常的神奇 但是 前提是你要調對那個遮瑕膏的顏色 我用的顏色呢 是004號 你看我的痘疤是不是幾乎都隱形起來了 然後你看 有一些地方像這裡 近看還是看得到有遮瑕 那這樣呢 把它往外暈開就好了 可是暈開的範圍呢 只要暈外圍 不要暈中間 因為如果你把中間暈開的話 你的 那個遮瑕呢就會不見 這樣你的痘痘又會現形了 所以暈開旁邊 讓旁邊的遮瑕跟你的旁邊的肌膚融合 但是不要暈中間 因為中間就是你想要遮蓋的部分 我拿這一支遮瑕筆呢 剛剛是這樣點 點的時候 你的筆是直立的跟你的臉垂直的 但是當我想要拍開的時候呢 我的筆 要變成這樣子 斜斜的拿 讓這個筆的部分呢 是平平的貼在你的肌膚上 然後用平平的貼在你的肌膚上的方式 這樣子 剪開 這樣子 筆拿的方法不一樣 要很有耐心 平平的這樣子 拍拍拍 這樣拍開以後呢 臉上的斑點就有90%的隱形了 那如果你剛剛不小心拍太大力 比如說這裡你看 這裡還是看得出來 有斑點的話呢 就重複一樣的步驟 點一點點遮瑕膏 然後重複剛剛的步驟 點在 扒痕上面 點的時候是直直的點 然後要拍開的時候呢 筆就拿平 在原地拍 然後再往外圍 讓遮瑕跟旁邊的肌膚 融合 最後一個步驟呢 就是拍上蜜粉定妝 那我今天要用的蜜粉是這個 植村秀的蜜粉 它是比較霧面的 然後非常薄透的蜜粉 那我是用粉撲 記得要用粉撲來上 因為如果你用刷具 很容易會把遮瑕也刷掉 所以我這一次呢 就用粉撲 這個粉撲上面沾有蜜粉 拍在額頭的部位 記得要用按壓的方式 剛剛這裡記得全部都是斑點嗎 輕輕的用粉撲 好全臉拍完蜜粉以後呢 底妝就完成了 是不是看起來非常的自然 就看起來好像天生粒子皮膚很好的樣子 殊不知其實本來的膚質超可怕 那這個方法呢 就推薦給你們 不需要使用粉底液也可以有美美的底妝 再偷偷擦個口紅 擦完口紅以後呢 今天的妝容就正式的完成了 非常的簡單 擦了口紅呢 是我永遠的愛 是NARS的Dolce Vita這個顏色 然後最後我猜 應該會很多人想要問我的耳環 我的耳環呢 是應該買不到了 因為我是去年冬天的時候買的 是在淘寶的直播 叫17mart 他的主播呢 就是人在東大門 然後就會直接 就是拍東大門所有的飾品 所以就可以直接下單說 想要什麼顏色 想要哪種款式 但是 等了非常的久 我等了大概一個月才等到 真的 超久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